陳怡說她現在缺錢 可以來上一個節目 可以啊 OK啊 聽到關鍵問題 一人吳宗憲雷達啟動 或許對前幾天 陳怡這句話早有所準備 現在就是淪落到 有可能要去上吳宗憲節目吧 我就講第一時間我就歡迎 包括黃安也都可以來 我這一輩子還沒有去 封殺過哪一個 說這個人不能來 那個人不能來 兩人曾經有過節 至今空氣中火藥味還很濃 吳宗憲節目也去上了 好 兩千塊要兩千塊 兩千塊你好意思 看才藝嘛 對 有時候有些藝人來講 兩千算太多的 真的有點酸 其實這也是陳怡二月 被人當街毆打後 吳宗憲首度露面回憶 滿滿時事 包括旗下藝人 被號稱第四個女兒的MUSA 才剛出道就被豹根歌手 陳怡久過夜 唯一敬愛的一個人 就是我右邊這一位 想成為天后 那你現在又是一個新人 你就應該要放棄這些 七情六欲嘛 至少如果是真的話 你不能被抓到嘛 對不對 我也是跟路西派這樣講 但是他Hold不住 因為他的是路邊嘛 不過沒有罰則 因為沉默就是最好的懲罰 但對虐頭案 當然就不只如此 我自己孩子那麼多嘛 我看到新聞是 看到真的是抓破沙發了 父親的愛 就突然間就會冒出來 父愛滿出來 痛心之餘 吳宗憲也盼望 法律能夠給最嚴重的懲戒 TVBS新聞 中文鳳凌文 台北常常報導